谢谢奎德 那么我受到这个奎德的邀请 参加今天的这个 于因时先生的这个追思会 我其实并来并不想 并不打算说什么 但是我主要是 想来听一听各位的发言 因为我知道 这个在普林斯顿的这个中国学社 各位都是知识界的人 那么你们跟于先生的这种交往一定很多 我相信你们的发言 就像我刚刚听到的 也就是其实也是我所期待的 都是相当相当的感性 这个是我在欧洲不大可能有的 因为其实这个距离 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于因时先生在欧洲的 就是不管是汉学界 或者是历史界 学界 他当然的名声非常的响 但是在华人的社会里面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所以刚才胡平说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的这个纪念会 我们这里一点都没有 所以我今天就是抱着一个来 作为一个听者的一个心态来参加的 我只要简短的说一下 并不是说我跟于因时先生就没有关系 相反的我感到非常亲切 为什么呢 倒并不是说因为他也来过德国 而且我有幸跟他和他的夫人陈书萍女士 在一起相处过一两天 那个他也在我们学校发表了演讲 而是有一点私人的这个关系 因为我的姐夫张浩跟于先生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么他们差不多 就是最后的这两三年比较少 但是这个之前他们差不多 每个星期至少要通两次到三次电话 那么我跟姐夫在谈天的时候 他常常就会说一些 他们之间的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总感到非常的亲切 而且我跟于先生见面的时候 也通过这样的关系 觉得很接近 当然他的这个知识 他在这个学术上的这些成就 我因为不大是我的范围 我阅读的很少 我对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看到于先生说过 他说我没有乡愁 我想大家都知道 凡是中国的文人 不管是在 如果是在中国还不说了 一到了国外 他们非常喜欢卖弄自己的乡愁 就是什么说一些什么 特别是到了年纪大以后 说一些落叶归根这些话 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刚才前面几位先生 不管是王丹 吴国光 还有那个刚才发言的那个 这个宋伟一先生 你们都提到 于先生说了 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中国 当年 当年 他逃离 1937年逃离 纳粹德国的时候 他一下船到了 这个纽约的时候 他就 人家就问他 记者就问他 你现在离开了 这个德国 你觉得怎么样 他 他 他 说了同样的话 他说 我到哪里 德国就是哪里 所以 于先生 事实上 各位刚刚说的都非常的清楚 他是代表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精神 中国的事的这一种精神 而且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 各位都 多多少少 大部分 你们几位都跟这个中国学生 是直接有关系 跟这个于先生 通过这个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 于先生是通过你们 你们这些知识界的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让你们搭起了一座桥 这座桥是 直接通到中国去的 你们是座位桥梁 那么他的 他自己 大家都说过了 他1950年离开中国 到了香港 后来只回过中国去一次 1978年的时候 他回去过一次 从此以后 他就不回去 这个理由 大家都已经说得很清楚 而且他说 他说他没有乡愁 我相信他自然是会怀念他的故乡 但是他内心有这样的镇定 就是这种淡定的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他 他确实是把这个中国动画 融入到他自己的 不只是他的知识 他的学问 他的研究 融入到他的精神里面去了 所以就是我就认为他是 确确实实对于中国的当代的文化 有非常大的贡献 不只是他自己个人的 学贯中西的这个情况 而是他能够通过 就是你们在场的各位 大部分的人 刚才陈晓龙先生也说得非常清楚 通过你的这个杂志 你的当代中国研究 还有其他的这些 各位写的这些书 还有你们跟中国国内原来的这些联系 通过你们这个桥梁是一直都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 我就我看到于先生这样说 他说他没有乡愁 我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点 类似我 我离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 可是我离开台湾 也已经50年了 我事实上在就是中国人的地方 这个已经就是脱节很多了 我现在觉得德国根本就是我的故乡 我根本不觉得我是一个外来的人 但是事实上是并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 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从来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他们就是不让我进去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很麻烦 因为他老是批评他们 是不是 但我没有受到这么多的迫害 没有跟各位的这种经历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好我先不说我自己 我就是说于先生他做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令我非常的敬佩 而且他直接收到了效果 你看看中国学社 虽然好像现在就是已经 但你们还在对不对 你们的精神还在 你们的这股气还在 刚才我觉得有点伤心 听到那个吴国光先生讲 他这么难过 他觉得中国的文化就断了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物质在很多方面 还是战胜不了这个精神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 于先生现在过去了 他就断了 他的这种精神 你看看对我们每一个人 有多大的鼓励 有多大的一种支持 是不是 而且我还另外感觉到 我常常阅读中国大陆 出来的人的写作 文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 灰红的气度 有这样那样 我看于先生写的东西 非常简单 他的文字非常简洁 非常的白化 没有什么这种壮丽的 这种辞早 没有这种什么 他什么 谈到重大的议题的时候 也都是深入浅出 我比如说 我看过他的 比如说回忆录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简单 但是里面讲的东西 是这么样的重要 就深入人性 比如说他为什么 这么反对共产主义 因为刚才前面也 几位也已经提过 他在回忆录里面 就是说我们知道 他是从七岁到十六岁之间 有九年的功夫在乡下 刚才哪一位是 就是夏叶梁先生 跟这个余先生是同乡 对不对 就是在安徽的那个乡下 他生活了这么久 作为一个少年 作为一个儿童和少年 他生活了这么久 他亲自看到 所谓的地主 跟这个农民之间的 这种关系 并不是像共产党 说的那么可怕 那么水火不容 那么博学 那么那种 博学和被博学的 这种关系 这么样的尖锐的对立 而且互相仇视 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对于 他对于共产主义 不是一种 光是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 他有自己亲身的经历 所以他说出来的话 特别有力量 因为不只是一种 知识的一种批判 而是一种感情经验 的一种表达 所以他说过 你如果是拿共产主义来 对中国进行救亡的话 那是要付出非常可怕的代价 他说的这个话 非常非常有力 最后我其实不要说很多 我最后也想说一下 我非常感谢北明女士 因为就是北明对这个余先生 进行了好几次的 这个非常深入的采访 就是从最早的可能是 2001 2002年就有这么一篇 后来就是余先生得到这个 Kluge 这个奖的时候 就2006年的年尾 2007年 北明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 请余先生谈一谈中国近代 近代和当代的历史上的一些议题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中国人的民族的这种自卑感 这种仇外的情绪 就直接和晚清时候的这个情况有关系的 比如说从八国联军义和团 当然北明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 那么就是从余先生能够从历史 自己搭一个桥梁 搭到我们当代 我看到议和团 我看到那个文革时候发生的这种事情 我就想到这个比议和团还更严重 是不是 但是北明能够从这些问题上 跟余先生深入浅出的谈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贡献 还有就是他请王康和陈慧德两位先生 一起来谈余先生 他的这个思想对中国当代的 这世界的这个意义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余先生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中国现代是没有历史的 中国从1949年以后就没有历史 因为历史都是说假话 都是假的历史 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 我同样可以说一句 中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学 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从这个延安时代 为政治服务的 从这个延安时代 延安的文艺座谈会开始到现在 这个阴魂都还不散 好我就讲到这么多 我就是想说 余先生的精神会一直存在着 他会继续陪伴你 也会陪伴我 也会陪伴下一代的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